香港大学医学院的研址完成超过20年 随着教研设施增加的需求 大学医学院的楼宇不负应用 我们在一个研址的平台加建了附属大楼 大楼里加添了可以用的空间和改良的设施 以满足我们的教学和研究的需要 香港大学医学院附属楼的设计 是源自于一个由香港大学2017年所举办的建筑设计比赛 这个设计的其中一个重点是如何将新大楼 可以融合在一个差不多20年前的建筑群里面 但又能够表达出新建筑物的独特一面 我们一开始都知道这个项目很有挑战性 包括在时间上和在现有的校舍进行扩建工程 所以在设计上本身都有些限制 我们的设计手法就是将这个建筑物放在一个现有的平台上 配置一个圆形设计的地标式建筑 亦都在大楼的顶部 我们放在医学院里面十分之重要的会议厅 这一体工程是香港大楼第一次 用BIM的技术去做这个工程的管理 在整个过程中 尤其是我们很大量的预製 通过BIM技术在这么复杂 这么独特的情况之下做帮助极大 在我们收到第一份图的时候 BIM系统由零开始就建立了整个BIM的模特 当中有一个幕墙和一个钢结构 一开始的图纸并不是完全吻合 我们用了很多圆形设计 加上很多斜柱 斜柱很多时候会有很多头部问题 如果我们按照原本的想法去起的时候 可能到最后又符含了一些高度的要求 正正因为BIM预见到这些问题 令到我们在这一宗工程 可以很顺利去完成这个建筑的项目 现在我们的BIM技术都发展得非常成熟 仔细度都很高的 甚至乎是螺丝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将来维修部都可以立刻在BIM模特上 找到有关的资料进行维修 大家知道我们如果在一个正在用的校园里面 有学生来来往往 我们要加建一座楼 尤其是我们医学大楼里面有很多活动 例如教学 例如做研究 甚至有些疑气是不适而入震动的 那种种要求是非常严格 其实在现有的大楼下面 有一个制约的实验室 其实在我们去建楼的时间 我们是一点都不可以影响到 这个实验室的运作的 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使用一个钢结构的设计 尽量是希望可以减低我们身家部份的重量 以至其实在现有的大楼 我们是不需要加任何的装柱 或者做一些巩固的工程 在我们去早期的时候 已经计划了利用DFNA这个技术 主要是用这个钢结构 在工厂里面做成组件 预先组装 接着在工地那里 就用丝模和螺丝进行安装 除了我们用钢结构之外 其实我们在每一支Member的尺寸里面 我们都是经过很精心的计算 以此我们可以将重量很平均地 分配在现有大楼的装柱的部分 整单工程最后就能够避期员工 校园的使用者都觉得 这个校园是相当自满意的 金门在这个工程里面 得到很多奖 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得到建筑里面的 卓越环境的大奖金奖 另外在工得地盘里面 我们也得到金奖 在2020年 也得到建筑业议会 可持续建筑银奖 而在六年环境方面 这个地盘也得到达金级的评价 除了大楼工程之外 其他部分 例如钢结构 幕墙和地基 都是由金门一手包办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更加紧密沟通 和有效率 去达到业主的要求 这个One Team Approject 亦都是我们主要成功的原因 成功的建筑物 是需要有远大远景的业主 有一个有创意的建筑师 和一个有能力的建筑团队 才能够去完成 而我们希望这个建筑物 能够去实现到 香港大学医学院的远景 为香港的未来作出用力